他问你说要不要设定一个叫未知来源 有没有 未知好像是未知来源的那个地方 你要把它打勾 就是在你的安全性 手机里面有设定里面的安全性 或者是应用程式里面呢 找一下 有个叫做未知来源 未知来源的那个程式 你要把它打勾 也就是说呢 那个打勾之后的话 你再把它下载 这个时候他问你说是不是安装 你就把它安装之后的话 你就在手机里面 就可以看到了 看到你要装的这个 刚刚写的东西了 所以这部分的话请各位要试一下 那或者是说 如果你要try 其实我好像前面有跟各位讲过说 在我的那个分享区里面 已经有完整的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把刚刚的那个范例 装到你的手机里面的话 其实就在云端百般里面有apk嘛 对不对 那我刚刚写的东西 其实你们就可以什么 我印象中好像 这边有个QR Code 你就把它拍照一下 有没有 那建议 建议就是说 它会跳出 拍照之后会建议问你说 你要用哪一个浏览器开 我建议各位去装那个Google Chrome的那个浏览器 不是预设的 手机预设那个好像安装 我不晓得之前有同学 反应是有 有些有问题 有些没问题 那如果说你要没有问题 干脆你就装那个 就是Google的那个Chrome浏览器 它会显示说要不要下载 你就把它下载 然后并且把它开起来 那开起来 如果你位置来源 那个选项打勾的话 有可以安装 那就直接可以安装里面的apk 那里面的话 比如说Google Play 如果你想装的话 可以试试看 那等一下还有两个sample 一个是Greview跟Gallery 那你也可以把它装起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Greview 基本上后面这个是显示小说图 这里的话 如果我今天希望 有个小说图类似像这样子 它可以点 这边有个小说图 点了这一张 下面会显示 点这一张 下面会显示 这个是Greview的用法 那这个好处是说 当然你变成说占一个空间 如果图多的话 它可以卷动 这个是可以卷动的 或者是另外一种方式 这个好像蛮常见的 就是用那个Gallery 这个Gallery是 这个可以卷动的 有没有 你会发现 你一直往这边推 它就一直卷一直卷 找到某一张 点下去 它就显示某一张 两种的小说图的显示 那这两种显示的话 有一点点难度 难度可能会比刚刚的高 不过我觉得这个感觉 当然你可以配合啦 Photoplog跟这个其实是可以搭配的 也可以上一张 也可以下一张 另外的话也可以有个小说图 OK 那这个怎么做 我想各位试一下 另外也试一下说 把你的APK 传到云端 并且产生一个什么 产生一个那个 就是GOO.GL 这个短网址加 最主要是那个QR Code 你就把那个网址贴上 shooter一下 这边就有个Details 试试看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种方式的话 比如说你在模拟器上面 RUN完了之后 我建议各位一定要在你的手机上RUN一下 那在你的手机要怎么样执行呢 不外乎就是说 用USB插在你电脑上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 就用刚刚讲的 用那个 就是云端硬碟配合那个QR Code 那这样以后 你要给别人安装的话 就直接呢 可以给别人一个QR Code 这样子直接就可以安装了 那么